正常都可以 游到这个了 咱们做的这个浮墙的 等于这个磁板1-5 建成了侧面浮墙的这个浮油分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这么一个原因在这个 因为这样做 首先我们把对方的中线 由你捧着对方的中线 变成什么呢 然后把对方的中线 这个中心线给它放到铁侧 这个时候呢 它对方不管用什么 多大距离过来之后 你只要把它的中心线 往这一幅 它也可以顺着你就走过去了 这个时候呢 这是我们走的实际上 是走的两条 对方的两条中线 是我们自己 低打对方的两条缺线 因为我们 在打拳的过程当中 怎么要把这个全劲 放到对方身上去呢 装靠来装行吗 这不可能的 大家会知道 这个在实际当中 你抱一个装去 那等于是死来打 因为这个 我曾经呢 在抱这个 这个四股装 跟去拿个拳袋 往里抱 还没动呢 把我往前打过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光靠装是不行的 怎么要做呢 就把这两条线 要认清 我们两条腿 还是卡在它的中线 而用两条 两个手 这两条手 两个手臂 就是两条切线 在我们中间 我们两个手的前脚点 对皮 这个前脚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咱们 攻击对方的 这个中心线 这个中线 对方进入我的这个 攻击范围了 我们就在它 进入我们攻击范围的部分 给它消灭 但是 我们仍然是活动的 这个中心 这个键 这个销点 对于我们来说 它是不变的 对于我们自身 它是不变的 对于对方来说 它是变化的 我们可以前进 这个销点 就可以向前 撤在它身上 我们可以后退 这个销点 这个销点 就离开它 而这个销点 就是酒房的 这个 酒房区了 也就是如说 这个讲的 身前一时有成盘 有成盘了 就讲到这一点 这一点呢 所谓酒房 就是 对方 进入我们 无非是 上盘 中盘 和下盘 这个三个盘 也有三个层次 它进攻的路线呢 湖外湖 你的中线 左线 和右线 在你这个 上中下三盘 左中下三条线 形成了 在你身前 形成了一个井子 也形成了一个九宫格 而这个九宫格 就是它进攻的 这个方向 进攻的路线了 嗯 再一下吧 咱们再看看脚 这方 进我们脚下 这个时候呢 也和 这个 中线 左线右线是一样的 它呢 分了 一个中线 走到两个边线 有两个边线来进攻咱们 对你进行进攻 而每个边线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又可以把它变成中线 所以这两个 两条边线 我们可以不考虑 而这两条边线 对方进攻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用考虑 而我们进攻对方的时候 我们要用 这三条线 所以说呢 我们进攻的时候 可以 正中左线 也可以 左侧 也可以右侧 进行进攻 下面呢 我们 做 一个 让一个人呢 来过来做三条路 咱们呢 来讲 讲一下 这个 九旁 和这个进攻的路线 来 我们 看看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 这个进攻 这个路线 所以咱们那个 为什么把 这个 呃 表示我由正面 做一侧呢 你看 对方的一团过来之后 我们要正面的话 等于把它拉到我们自己 这时候呢 我们要受力了 为了不受力 我们把它的重心 把它进攻路线 给它 拖转 把它 把那些线呢 引到 一侧 这个呢 菜鱼团的 一代同事 洪军生 老先生说过 这个力呢 就好像 替这个火车 和这个 倒刹一样 刚才呢 给大家讲了讲 这个 由船 这个 由 站桩 到 这个 运动 到这个 打法的这个路线 和防法 实际应用 酒房 这个力线 和 焦点 等等这些 现在呢 开始呢 给大家说一下 你站桩之后 这个劲儿 什么叫形成了 什么叫没有形成 过劲儿 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关系 给大家呢 来 再复习一下 那 我帮你喝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妆 站出来之后 它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 它说 要产生这个全劲儿 拿起来之后 拿起来之后 这个呢 要看 看什么呢 第一个 来 看这个全劲儿 首先 它有没有活动 看 看 你活动 正在这儿 错了 没有活动 走 哎 这时候 正没你的全劲儿 找到了 在这儿有 这时候 踩起来之后 在这儿 应该还有 走 应该还有 这个 还要 踩起来 这样 有了之后 再看看 活起来之后 左右 哎 差点 左右 哎 这就是 刚才咱们 鼓鼓牛身上都讲的 左右的 哎 放下的 放 下 它都是一个 都是为了把这个劲 找到 都要拿起来 你看啊 你拿起来之后 都得劲 压扁了 证明 你的全劲 还没有 没有上身 没有这个端盆 这个端劲儿 没有上的身上来 还得 去 拿个盆 和 钻个什么东西去挤了 要 一拿 这一劲 一放 不能够 让人一看 打了 这个架子 一拿 一碰 不管是什么人 大家记住 不管是什么人 一碰 不管它从哪个外面放 你打的是他的人 不管那时候怎么样 把你全劲拿起来之后 就上个身子去挤 这劲 你拿 走 往那身子去挤 去找他的身子 不要找他的这个 手 这是大家可要注意的 这一点 这个全劲 过去之后 再看看 你服务 把它活起来之后 就是你服务又生了 你看这个劲 它这样走的时候 来 往身子 看 你看 把这个身子 变成这样了 但这个劲 看啊 大家看 这个劲还在这 不要把这个劲 因为我这把身子 给你把劲 两手给你拨拦之后 你的劲丢了 到这边去了 这个错了 要把这个劲 往你身上走 有往你身上走的意思 所谓的过劲 什么叫过劲呢 就是 有向前冲的 这个 势头 有这个势能 有向前冲的势能 而没有 向前冲的这个动作 没有向前冲这个形式 这个 就是过劲了 这时候的过劲呢 给对方 你感觉什么呢 往你身上一走 这个劲 牙一猫之后 这个劲 它过了之后 会有一种冲力 有一种冲力 向你身上 挺过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劲 就等于没有过 就是 过劲 和装甲的检验 行不行 身体 整体 你的全身的肌肉 是否全整体贯通了 它的表现 就是你身体这个装 一碰 不管 碰到手臂 哪个方向加力 那个劲 都往你身上冲 这就证明你的 弹性整体结果形成了 那个弹性 怎么个弹性 就是 有你的 向前冲的 这个冲势 有这个势能 而没有形式 就是 在这放的 对方 感觉到 一碰到你的手臂 或者一碰到你身体之后 这个手 不能再撒开 一跑开之后 你这个冲劲 你的整个人 砰 撞在身上了 这个时候 才证明 你这个劲过来了 在有战装 这 没有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它去顶 这也轻松死端 说 你好 你站好 站好一个 这什么 哎 这个时候呢 一站 一压 跟我在家抗 这就是一个死端 为什么是一个死端呢 因为 你嫉妒 你是人 你练的一些东西 是为了打人用的 并不是为了 来打 并不是带来跟他顶牛 不要把自己 叫成一个木桩子 这一放 在哪走呢 一放 一压 你要往前来 往前去顶上 把他放进去 为你 这个桩 占成了的原则 你看 走 不要动了一下 动了一下 就是错误 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犯差了 走 哎 这样才对 再有一个 你在那轿子 你跟我在那轿子 你跟我在那轿子的话 还有一个 简易的方式 倒 就是什么呢 在一站 你拉 你看 你拉 它撑起 跟我呢 在对抗 在原地不动 倒 原地在跟我对抗 原地不动 再倒 这时候 大家看 实际上它的力 已经出现了什么呢 吃中了 这时候呢 它的重心已经流失了 这个 就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呢 要做到什么呢 做到 推推移动 你装 是活的 可以前进可以后推 看 一拉 整个过来 一推 整个出去 这都是对的 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是架子不凡 你装架子不凡 装架子如果散了的话 证明女装 没有过关 女的质 不对 过去 这个 全学上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做 迎空不能落 一女不能加 这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受力 对不对 就是说 我再一放 给一点刺激 前进刺激 马上 我还反 说 你来说 往往身上走 放出去 放出去 不管它是轻 也好 重也好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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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劲 不吃 这也叫 谈话的语言 叫不吃草 就是这个劲 不吃 有了这个不吃之后 这个装进 有了 再有咱们活动 也都有了之后 下面呢 我们呢 再做一下 咱们再做一下 咱们再做一下 传统武权 和现代的武权 有什么相同之处 有什么固平之处 它的可取之处在什么地方 它不可取之处在什么地方 首先 传统武权 是 就是行李的披风三炮行 这五圈 这个行李 我现在所打的这个五圈呢 是经过炉事结构 炉工人老先生 他改正 用炉事结构改正过的拳法 就这么多了 大家先来看一下 披拳 在你自己拿 然后 统支舞 全身 外放 鸡腿 劈出去 全身 劈出去 实际上 它是做了一个呢 两个动作 两个前批 左批 右批 这么两个批 这两个批呢 在拳法 在咱们九宫 九宫防线上 他们来看 它只不是同意 向外向下的一个批定 这行李简讲的 屁山如虎啊 实际上就讲那个批 批拳 批拳呢 是打的两个摆拳 大家来看 三铁批拳 右批 是半步批 然后一做两 一个顺步批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呢 这个方向来看 它这个半步批 不就好像是一个 右摆拳吗 打的是两侧呀 在咱们的一个焦点 来看 这一点上 它的上下左右 它就是一个左右摆拳 你看 半步 顺步 钻拳 是一个构拳 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现在拳法 对应的呢 就是构拳 再来看 钻拳 先上钻通 先上钻通 这个时候呢 跟现在打的一个钻钻 钻拳 钻拳 它进路是一样的 炮拳 就是直拳 打的中间 看 往上一放 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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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打的 所谓是下打直拳 橙拳 就是反炮拳 看 橙拳 橙拳 螢 saf 要 pan 对应呢 就是反炮拳 好 炮拳 抹拳 现在呢 把这个传统的武团 咱们通过尽力再分析一下 谈 ser 这个尽力呢 再厚 看看 你的劲力端起来没有 然后在走的时候 是不是按照你这个 好像扶着一条线 好像扶着游身 要把你的四肢 两脚两手定在那 由身体抖出来的 来侧面看一下 由身体抖出来的 身体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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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扶 这时候是一个前冲劲 是一个前冲劲 大家看过 可能也被狗咬过 那狗要咬你前 你劲 往里啪 这时候你不懂他不懂 一动 砰 他就可能一口把你咬到 这时候呢 不说百分之百的 咬到你啊 他有百分之八九只可以 迷失躲不过去 我们在拳法当中呢 比较少的就是这种形式 这个劲力呢 我们看看 始终 是不是我们在战装和运动当中 所走出来的这个劲力呢 如果是这个劲力 证明你的拳 打对了 是证明你在练拳 而不是在全练你 所有的我 我在这个教育法当中所讲的 都可以让大家在练 拳 而不是让拳 拳 现在呢 咱们再看看 这个 散打当中 现在的搏击术 中国的散打当中 这个 直摆钩 这个拳法是怎么做的呢 好 大家来看看 好 先大家呢 再看一下 这个散打当中 这个 拳法 先看看 左右直拳 看一下 左拳 右拳 左直拳 右直拳 连续的 左直拳 右直拳 好 好 大家 这是呢 散打当中的 左直拳 再看一个側面了 冲那棵 再看看側面了 左直拳 右直拳 右直拳 定一下 左拳 右拳 好 这是散打当中的 左右直拳 咱们再看看 散打当中的 这个 左右勾拳 好 左勾拳 右勾拳 好 右勾拳 好 好 来 咱们再 从侧面再看看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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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一下 所有摆拳 摆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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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摆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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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全具灌出去之后,用一个路线,大家看过木工的电锯做木子的时候,电锯锯盘没有锯尺向外飞的,都在它运动过程当中,这个木头进入锯盘的运动范围之后,是被锯片当中的锯尺给它切断,而木头不进入锯盘的范围之后,这个锯盘是不去理它的。 不会出一个锯盘去打的,现在你要记住,你这两个拳,就是那个高度运动的最盘上的两个锯盘,而对方那个靶子就是那个木刊。 要说我们现在到这儿,再往前够不到,就打到这儿,就打到这儿。 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陈阵换过去呢? 现在不会在这儿说,哎,我到这儿能够住了,打到这儿,这个就是犯了一个厚的毛病,这个锯盘只是前伸出这点劲了。 这时候你整体所练出的那个陈阵是一点都没有了。 怎么样呢,做到这点呢,就是呢,你身体前移,伸步子,去找。 这个呢,这个劲点,再往前去挂。 大家看,这团,你这儿看,是一个切线切出去。 将下这个切线切出去之后,而对方这个拳板,要通过拳板,通过击打物,找到对方的重心线。 这才是正确的直线打法。 用我们的全阵,把它灌出去,看。 这时候,这个劲,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把它全阵的灌出去。 如果去推,它的效果就就是这样子了。 这是呢,我们的直线打法。 我们摆拳呢,把这一条路线,这条向下,这个前接向下的路线,变成了平行的。 所谓的横切。 还是,记住,你这两个拳的始终是两个锯盘。 大家看一下,所有摆拳。 用你的两个拳方做一句诚。 进去一打。 两个拳,只是中腰地里的传播。 你拳劲是通过腰。 大家看看好。 走的时候,是通过腰,把你拳劲打不来了。 这时候是劲还是整体的劲。 勾拳呢,就是咱们刚才直线的路线的相反。 就是勾拳了。 你要始终进入。 不管你打勾拳也好,打摆拳也好,打直拳也好。 你那个劲是向对方打去的。 那个劲力是向对方。 不管你身体是什么样,不要去管身体的路线是什么。 只要把劲力传到对方。 对方,通过你的劲力的追动,把它的重心移动或者摧毁, 就达到了我们打拳的目的。 就是我们对现代拳法指摆勾的分析。 大家来看我,再联系地做一下。 走之前。 这时候,大家看整体。 看我的拳和腿它的配合。 前腿和拳拳是一致的。 直拳。 左直拳。 右直拳。 再反换左直拳。 千万记住。 你前手进攻。 你哪个手进攻的。 就要以哪个手结束。 经成一个復环。 左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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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一个呢。 就是P拳。 和抛拳。 还有自拳是怎么打出来的。 P拳。 是从上向下。 和直拳的路线相同。 只是尽力呢。 由拳锋变成了小掌侧。 是这样劈下来的。 这时候呢。 要把你的脚臂。 变成两把刀。 再劈。 这时候你就劈死屠了。 你如果拿两把刀的话。 你再劈。 你拳。 那个劲儿是什么样子。 你打出来的拳。 就是什么样子。 抛拳呢。 等于这把刀是横展。 就是这个抛拳。 外抛拳。 大打法。 现在在谈到自拳。 拳机上的刺拳呢。 大家来看看。 它是靠手臂。 它是靠手臂的伸缩。 来打出来的。 这个拳呢。 它的特点是速度快。 它的弱点。 就是没有劲。 劲力很差。 劲力不足。 一般呢。 都在打开对方大门的时候。 扰来对方入光的时候。 还用不到它。 而我们呢。 要求每一下。 每一行。 每一动。 都是这个拳劲。 都是重拳。 怎么样做到呢? 我们的自拳。 不是从拳上刺。 而从腰上刺。 从肩上刺。 从布上刺。 做出来之后, 整个人刺出去。 连人刺出去。 是把整个人刺出去。 大家从后背看一下。 是把整个人刺出去。 把整个人刺出去。 而不是。 方向一刺的去刺。 整个人刺出去。 这样刺出去之后。 这个劲。 还是整体是断通的。 还是我们要讲的全劲。 这是呢。 我们关于。 现代的全法。 怎么样讲解。 怎么样应用。 它与我们全劲。 是不是。 相违背的。 我自己本人认为啊。 它不是违背的。 它恰好是相通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 变出了全劲。 应该。 那个劲力。 要比。 现在的。 训练方法。 这个全劲。 要快。 要猛。 快。 快。 它呢。 同时动。 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 全是同时动的。 它是劲力足。 因为它是冲动。 它的身体没有异数不动。 它的劲力太重。 现在呢。 咱们再。 简单的介绍一下。 相线。 也就是呢。 警戒室。 所谓相线呢。 就是。 两人。 在击打的过程当中呢。 击打以前。 相互对视的状态。 比如说。 现在他在那站好。 我们。 要打。 首先。 记住。 我们两条线。 我们两个胳膊。 是两条切线。 是把对方。 切住。 我们的两个脚。 正好。 卡在他的重心线上。 大家来看。 他的腿。 你看。 他的手如果从他重心线过来的话。 正好。 进入我们的。 我的两腿卡在这条线上。 这个呢。 就是。 我们两脚。 卡在他的重心线。 两个手。 卡在。 他的。 掐在。 他的。 一侧身子。 这时候。 他只要一动。 我们就低打我们的那个。 防线。 我们的焦点。 就可以了。 。 但是要记住。 拿的时候。 牵着两个手。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这样呢。 你拳劲。 没有过程。 在进入你拿的时候。 要把你两个手。 和你身上。 腰背。 弓上。 这就是进入你拿。 大家来看一下。 最起码。 我用一个。 不好听的提议来说。 这一阵。 你拿。 得跟狗在这啪的咬你一样。 这时候。 你。 才能够。 随时随时的。 进攻。 其他的。 详细方法是一样的。 记住。 用你的两脚。 两手。 卡住对方的中线。 用你的定力。 去冲动他的鼻子。 这个。 就是我们中国。 特殊全劲的用法。 关于其他的打法。 和个人的风格问题。 我们在练兽的时候呢。 再具体的讲。 现在呢。 我们。 就不讲那么多了。 在这里呢。 嗯。 就是我们以上所讲的内容呢。 大家会按照。 按照上面的方法去。 训练。 就会得到自己。 满意的这种效果。 会。 自己的打法呢。 靠自己。 去啰嗦。 嗯。 我们在。 看到。 那一家拳的时候呢。 有一个。 搜狗绿。 讲的。 鸡胸头背。 搜狗绿。 它是什么形成的呢? 。 大家呢。 我用一个示意图。 给大家。 说明一下。 看。 看。 三十年一会儿。 你来来。 第一种情况是。 例。 在于你的体表。 就是说,我们的力,刚才看试图,大家记住,首先呢,记在这儿哈。 然后我们把路线延长之后,延长一点,到它一半,这时候呢,硬就在一半。 再延长到它后背的时候,也就是在你的运动过程当中,在你的运动一半,而对方的力条,你的力线,还在继续,这个时候,打出的拳,很容易就进行后背了。 如果把它打出去,打过去,就是把你的力线延长,相关的力线延长,力线延长并不是你的意念延长,而是你身体前去,是身体的前移所起的作用。 大家这一点,一定要记住。这个呢,嗯,我们呢,不把它呢,作为一个重点的内容讲。 它只是作为一个游戏性的东西。因为我们每次,每发一个拳,都应该是这种效果才对。 好,下面呢,我们通过上面,所讲的战装和熟的传劲,还有运动起来之后,把传劲活开。 最后,由各种力线的形成,这个打法的焦点,防驱。 我们再看看,这个酒房,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怎么样用呢? 再打起来怎么用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焦点,是你的防线。 我们在打拳当中,把你的头,始终在你的前前后边。 你的头始终在你前前后边。你看看,是不是在你的前面,形成了一个防线呢? 好像一个盾牌一样啊。 大家看一下。 。 水承。 扣承。 现在呢,我在用传统的这个传法,这个动作呢,给大家做一下涼贯的看看,这个传劲在运动当中,是怎么样。 的表现。 好,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教堂上给我讲的,露水结构的,先行选法12式。 我把这个动作,连贯起来,给大家做一下。 保持在 hand,我不能拍的。 给大家切换的! dear ... 不是 Shelby。 那 casually还捏。 gosh,真好。 好 好 大家在我刚才的动作当中可以看到转法的动作当中把这个劲力贯通的 在每一个动作当中应该做的劲力不断 这个呢大家做一下心想就可以了 重点呢在咱们体权的讲解上 你的劲力行程上 还有你的服务游身、空净游身和自我游身上 把你的劲力脱战装的行程 达到运动状态下的可以活用 直接切入到实战 这就是我们本次做这个教学片它的核心所在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大家可以呢以本中心的资金电话打通之后呢 可以进行咨询 现在呢我们本中心的 已经开始对全国的韩寿学员呢 进行这个义务面授的活动开始了 我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呢在韩寿过程当中 所学到的东西能够学义之用 能够早日学成 并且我在基地随时欢迎房大学员到基地来 和我一起